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能不能有办法加快油啊 当时我做建筑公司我就说 我的图纸想加快的 城市规划的那个人 他桌上一摞文件 美国啊 这不是像国内现在什么都电子版的 搞个APP什么的 没有的 一摞纸 这是你的申请文件 一卷一卷的 堆一个小山 这是你配个图纸 你需要做的 就是把底下的一张抽到上面去放的 然后就六个月变成一个月 你这样讲 不是很多人都说 大陆要靠人脉啊 或者是要靠特殊关系 那美国也不差不多 你要论人脉 在美国讲人脉比大陆有效多了 政治现金 你给人家捐钱 人家手我给你发奖章 你这样讲我就想到 去参加什么白宫的一些活动 好像也是嘛 买位置吧 对不对 所以这真的啊 真是这样啊 美国政治现金一点都不奇怪 但你感兴趣自己去看呢 哪年不是啊 你不是要募捐 然后好搞竞选啊 要不拿我拿什么钱去摆厂地啊 我跟大家补充一下 因为头鹰哥啊 在事前跟我聊 尤其他们的生活圈啊 他们开店啊 也都是必须要知道 这一些 可能要怎么样去 让你的店顺利啦 讲简单 想顺利 你就先 我就是今天 我在这告诉你 包括很多美国本地的 那个你有观众在那边看 以后有想法 怎样自己做生意的 你不妨试试看 你不差那三五千块钱美金 你要在哪个city做生意 你今天就跟他说 拿到了自己的营业居可证 去当地市政 你就进去 就举着这个牌子喊 我爱这个城市 我今天有这个城市的营业执照啦 我爱你们 去过去跟前台 跟那个 跟那个前台跟他握手 我爱你们 我捐五千块钱给你们 拿去开party 他们会收的 有可能要求你要你填个表 填个表 然后以寄信的形式 把那个钱寄成check 给他给到 捐信 寄成支票 给他捐 捐完了以后 会给你个回职 感谢你对这个城市的付出 给你一个小奖杯 这个奖杯 你只要往后面一摆 什么他妈的 卫生检查 消防检查 哪一个要会像我 当年饭店一样 说是你给我关门整治 你姓张 我叫张投影 你姓王 我叫王投影 我跟你姓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这个我蛮惊讶的 当然啦 我觉得投影哥分享的 就是他的生活经验了 因为我相信 K你的人 你另外就没有啊 我一定怎么样 我到现在 在互联网上 连迈连了那么多 哪个说我说 说假话的也好 哪个我被捶过 对 你就美国本地的也好 哪个也好 哪个上来说 你看 我告诉你 是不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怎么怎么的 有一个没有 可是你美国的生活来说 真的 环境现在越来越多 这种 我们所谓的流浪汉 我也很好奇 难民多了 美国除了华人群体 剩下其他群体 墨西哥人不用说了 人家早一百年前 人家就天天这么翻墙玩 对 他们也不用叫难民 他们只是非法移民 这些难民 是在美国是很难翻身的 而且他们没有那个圈层 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奇怪 就像有一些人觉得好像很渴望美国那种投票式的民主 他也没有去参与这些 你不是也说身边也有一些人 你没权利参加 要公民才能参加 你看 你没权利投 可能我听到的一些那种外面的反中分子 他可能多羡慕美国这个制度 甚至都会说 大陆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制度 所以可能不被世界尊重 反正歪屁股 那我们很简单 举个例子 我们班上有一百个同学 大家投票 去哪玩 韩国人投票 说要去电丸城 我投票 想去水上大世界 我们都是被奔着周末去玩的 对吧 都是奔着大家去开心的 有一大半的人 百分之五十一的人 强烈支持韩国人 去电丸城 抓娃娃 有四十九人 支持我 一定要玩水 能看女同学身材 大家两边都很争执 最后韩国人胜 你觉得 对于我们这边人 我们会很开心吗 那不会啊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很民主吗 那不会啊 对啊 将近一半一半 你怎么民主 不行分两边玩 他们去他们 我们去 其实你网上套 那美国不是这样吗 上一届这个大金毛子 跟这个 走路 走路摔跤的 他们两个其实 相差没多少的 对啊 那好 那你对那另外一边 民主吗 他快乐吗 伪命题啊 对了 那像地铁啊 那些 很多人说环境很糟 都是真的吗 纽约的地铁 骚味比较重 真的会有骚味哦 他们真的在里面尿的 不是数值很高啊 他们真的在地铁里面尿的 数值高不是 怎么会这样子 老外对于这个形象控制 要求不是特别高 我们见过 你在国内见过那种 喝酒喝多了 倒在路边睡一宿的吧 这应该是已经是 我们讲叫喝的最拉胯的了 最丢人的了 国外有没有呢 国外普遍喝不了太多 喝多了以后也这样 他们甚至还会尿在扣子里 就那个流浪汉 他半梦半醒 他不是真的说 我就为了恶心你 我脱了扣子的尿 这种其实也什么的 一个是种 再一个是什么 流浪汉 他如果要是 晚上溜到地铁站里面 去睡在那里的话 厕所是关门的 你们真的去那个地铁站的环境不是很OK啊 那个纽约的地铁 纽约地铁那个东西就这么说 如果你实在穷的买不起车 你又觉得自己命挺健 想重新开一局 那就去坐地铁吧 基本上在纽约发生的歧视亚裔 地铁枪击 昨天那个 那个还说 昨天地铁枪击案 一死无伤 哎呦天哪 然后上面抢劫 打人 对吧 就是你要真觉得自己嫌命长 想重开一局 感受一下人生奇遇 欢迎乘坐纽约地铁 然后洛杉矶地铁确实好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根本也没人坐 这坐的人不多 坐的人不多 不是他这么注重人权 为什么这个坐不好 也收了很多税金 他又是全世界标榜 追税最厉害的国家 那这些基本的设施 没办法做好吗 这个很奇怪 就像你看美吹很好笑 我说美设 我都很想问他们 那请问一下 你把大陆 你们家 好像自己的家 讲得一文不值 那我讲直接 大陆的交通便不便宜 真的便宜啊 大陆的交通 交通充满很低啊 真的很低啊 我现在真的 我用台湾的观念 来到大陆 我叫车 我是不痛不痒 因为台湾的起跳就比大陆贵 然后没那个跳表又很快 每一次搭完 像我年轻的时候 就会觉得有压力 是因为我赶时间 我才搭 要不然我是不会搭 那台湾的高铁也很贵 就是年轻人 要去搭的那个比例 可能大家会想到 我搭客运好了 那真的来不及 我才会搭高铁 可是我在大陆我不会啊 我反而有时候还会去坐个一等坐啊 或者是有时候想享受坐个商务舱啊 你坐飞机但凡四小时以下的地方 说实话坐高铁没那么太大差别 对啊 你要提前进去等嘛 对不对 你坐高铁稍微久那么一点点 但是你起码方便嘛 对啊 对吧 这就是交通发达的一个好处啊 可是美国跟国内 你觉得那个水平差多少 交通啊 对交通水平 交通我们从几个层面说吧 一个层面是基础设施 就是我们讲要硬件 对吧 一个是这个开的车和这个 它的包括什么这个运输这个模式 对 用硬件和软件 硬件我们先说 国内修的快速路也好 高速公路也罢 收费路和这个什么 那个收费模式 中间收费站 这所有都是我们整个构成的东西 美国的可以这么说 按打分 国内可能你可以不说 咱们别说满分 如果说十分的话 国内能打八分 美国能打二分 这个 为什么呢 首先啊 不是我故意黑啊 那你看有在美国的 我们说是不是 高速公路上面 生动的前世一个单词叫什么 七裂八半 你记住这个词 七裂八半什么概念 形容在一平方米的这个面积范围内 裂开的 碎裂的 不像样子 对 补 用什么补 用沥青补 补中间的缝 你在美国高速公路上面 你幻想啊 灰色的板有马路上面 经常有像做的这个花纹一样的这个 粒青 对 补的中间的缝 七裂八半 这是在高速路上面 高速公路 有没有 相对来讲比较新的 新修的就好一点 对 但是不是全美国 全美国至少80%到90%都是老路面 你说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牛不牛 很牛的 很牛 那个时候很牛 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 纽约 很牛 确实很牛 当然 他有没有全盛时期 我还那句话 他曾经确实很牛逼 对啊 但关键现在是 你在水涨在船高 对 他是一根柱子 原本这根柱子 你看起来很高 对 现在水涨了 柱子是不会动的 你在上 这很奇怪啊 他没有变差 他没有变得坏 他只是没有动 没有进步 可是 不是啊 你今天他们都一直在讲人权人权 那我觉得 这种交通路 这种把人民的交通弄好 弄方便 这不是也是人权吗 没有啊 人家尊重更多的人权啊 每年加州 从联邦政府批下来的钱里面 你要尊重更多人 对性别上的选择 你从医疗上给人家支持的呀 他们如果今天想把两个铃铛割掉的话 你要 你要补一部分的 哪个公司会有鸽铛当险啊 哎呦 天哪 这个 我可以说美国有点在控管 他的人口总数 是用这种方法来控管 可能他也意识到了 如果人多 他肯定 搞得不会像中国搞得这么平衡 所以对我觉得 你这样讲下来我感觉 好像真的是啊 你这么说我感觉好像也是啊 对啊 因为你等于不是者就淘汰了嘛 就像我们近期我看到好多直播 很多人在街头 可能就是为什么会那么多 那个那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 因为你在人间 你除了这个已经没有别的快乐了 对于流浪汉来讲 大家就算没有骂你 但是肯定也不会给你们好脸色 对 你活得很压抑 你不是天生的流浪汉 你可能曾经开的车比他屌多了 对 但是他在你面前药物洋味 见过吗 土耀 哈哈哈哈 他可能还挺拽 所以说你生活得也很压抑 你也没有乐子啊 对啊 对啊 那你就是 你发现旁边人 这个东西好 这个东西让你忘记 忘记完脑 对 试试吧 又有几个在没有 在不进那个地方 你这样讲完 我得到一个标准 我们长期看到的宣传 通常都是 美国就是资本社会 最顶端的那些 今天真的跟大头鹰聊非常多啦 其实从生活层面啊 韩国人这样分析下来 因为 我一直很care双标这个东西啊 跟我一直讲标榜人权人权 但是我个人觉得 好啦 那照大头鹰讲 他可能人权是另一个角度啦 你说路面没尊重人权 人家尊重了彩虹性别啊 人家是尊重LGBT啊 人不也是尊重人权吗 人权在哪都有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 都没有一个什么权 都没有一个能将废物 变成人上人的权利 对 这个才是重点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